甘肃省嘉与关市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公布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形成轨迹 2021年10月24日14点34分 嘉与关市定点医院在对密接人员 进行例行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过程中 检出一例阳性人员李某 是疾控中心在接到报告后 立即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市级专家组根据流行病学史 临床症状和实验室检测结果 诊断该病例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清醒省疾控中心对结果予以确认 现将该病例形成轨迹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李某女43岁系确诊病例马某某的妻子 已经完成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两基次接种 10月21日作为马某某的密切接触者 被集中隔离管控 10月18日至23日进行五次核酸检测捐尾阴性 10月24日第六次核酸检测阳性 而该病例形成轨迹 10月12日至18日均在嘉义关市生活 无外地旅居室 10月19日至20日居家健康监测 10月21日乘坐救护车 从福民小区家中转运至集中隔离点进行集中隔离 10月22日夜 乘坐救护车 转运至嘉义关市第一人民医院隔离医学官场 10月1日均在参加 中鸟签平等 各旅数捜却 20月2日均在 안渡 20月28日均在复制中鸟签 20月2日均在套